鳳凰 做出彩虹 你現在心裡面有一點感感 有 要珍惜喔 珍惜 因為 我們有時候 我這樣在醫道長時 我比較慈善一點 我們來聽大陸人士說故事 這位先生的名字滿特別 姬姬 姬姬的姬 姬鳴飛 姬雲飛 不是 好像演藝人員的名字 好像是 我们来听听看 在1985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 我以前是在剧团工作 然后剧团那会儿剧团 经常要到农村去演出 我们曾经有一次去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急镇 这个急镇大概方圆几公里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剧场 剧场没办法住 然后那个女生住在这个老乡家里 然后我们的大概十几个男生 有一些老演员 跟我们一起住在 他农村好像是粮仓一样的一个 就在这个卖场的边上 一个很大很高的房子很长 然后这个房子 我们的床 因为老乡跟我们准备好了床 大概十几张床 一排一排 一直在房子一直排到头 然后房子这头 放了一口很大的黑漆棺材 然后这个棺材呢 这个点到我们知道 因为农村嘛 有风俗 一般这个年龄大了 老人啊 都要在他没死以前呢 把棺材做好 叫洗材嘛 等着他一去世以后呢 就把他入联了 然后就下地了 说这个呢 我们是早上到的 然后呢 这个上午呢 把这个一系列的舞台布置完了 然后中午呢 都要午休 因为晚上要演出很紧张 然后在我们午休的时候 我睡在其中的一张床上 然后边上睡了很多人 然后也就在我那边 在迷迷糊糊 刚要睡着的时候 就感觉啊 这个从墙外传来 好像有人拿个大 很粗的木头对着墙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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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看看 就跟我一起 有同事 大概两三个人一起 就出去看看 出去以后 到转到墙后面 屋后一看呢 那很奇怪 屋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一看看 说是不是远处 我村子啊 或者是传来的声音 那村子很远 就是说有这种声音 也没有 好像就在头顶一样 就是在头顶 发出的声音 就在我的头顶 那墙上在坐 然后感觉呢 也没有 倒也没什么奇怪 说可能是村子 远处传来的吧 倒是当时 也没有太多的 去探讨它 然后再回去睡觉了 我们下午起来 晚上演出啊 演出呢 大概下一戏的时候 在十点钟左右 十点多钟吧 十点多钟呢 因为这个农村嘛 那时候我们的电力 比较紧张 然后这个农村呢 一般呢 是供电啊 它有时间的 还有因为我们去了嘛 因为我们演出嘛 电压比较高 它是特供的那个电 然后当我们演出 细一散了呢 这个电就停了 全部 可以说全世界一片漆黑 因为我们看不见 灯光嘛 那一片 村里都是黑的 然后我们就回去睡 从剧场回去 然后洗洗 说一串一串的 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大家因为也没有电嘛 蜡烛点了一会儿 也就很早地入睡了 然后我躺在床上呢 也是睡得很慢嘛 然后睡着很慢 然后在那儿 大概我估计在半个小时左右 具体时间呢 我估计在半个小时左右吧 然后那种声音啊 因为灯都灭了嘛 漆黑一片 那种声音从后面 叮叮叮叮 特别沉默的那种声音又来了 并且很有节奏 然后声音特别沉默 因为是黑的地方 当时心里就比较紧张了 说这种声音 现在这种发生了 比较害怕 结果跟我同时呢 起来的呢 有我两三个同事吧 咱们都敢听到这种声音 说怎么这种声音又来了 真烦 说我们出去看看嘛 我们把电筒 同时都打开了嘛 电筒在屋里就照了一下 因为很黑嘛 照了一下 撞撞胆嘛 照到了那个棺材 因为很显然 一抬头就能看见那个棺材 而这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棺材 就心里就有一点 很紧张的一种感觉啊 因为晚上看见这种棺材 比较害怕 然后这时候我们还是撞着胆子说 说因为我们也不相信鬼啊 不相信什么 就说干脆吧 我们还是出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就撞着胆子 我们几个人就出去了 然后都打着手电筒 我走到这个房子那种 大门出来以后呢 然后撞到这个房子的后面 然后这个拿手电筒一照 乱照房子上下下 走走又全照了 什么也没有 就这时候我们就说 到底怎么回事 说出轨了 说我们几个正在 几里咕咕正在说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 在背后听到一种脚步声 当时我们很害怕 然后同时把电筒照过去 这时候照过去 发现是一个农村的老大爷 然后背着一个什么 这个像要去喂牛啊 或者装草的一种 或者食粪的 叫粪鸡子吧 这个农村图语说 然后背着 这时候大爷被我们手电筒照 就说干什么干什么 谁啊谁要在那照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迎上去 我们一看嘛 是一个人嘛 也就不是那么害怕 就迎上去问这个大爷 这个大爷说 哎你们啊 说你们不是这个剧团的吗 我说对 城里来的 说你们这个晚上不睡觉 跑出来干什么来了 哎我们就说 我说大爷是不是那边 有人家在做工或者干什么 我说声音很大的 搞得我们睡不着觉 我们出来看看 之后大爷说 哎你们这些小鬼 说你们回去睡觉吧 你们不知道 这个没什么事 你们可能是做梦了 或者是什么了 然后就不跟我们说 我们看大爷不说 也只好没办法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回去以后呢 我们大家也就睡了觉了 这一夜呢 倒也没有这种声音 也没有发生 一直到天亮的 到第二天的这个中午以后呢 我们也没什么事嘛 晚上才演出 就在琢磨这事 然后说我们干脆 再去找找那大爷 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到村里去 正好这大爷呢 在村口一个地方坐着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大爷 帝了一根烟 跟大爷说 大爷说 你跟我们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大爷说 说这房子呀 大概是在土改的时候嘛 土改那个时期盖的房子 已经很老了 然后说这个 那个房子在上梁的时候 因为那个大梁啊 很粗 很长 很重那种梁 特别的粗 说上梁的时候 因为砸死过一个人 那个人在扛梁 上梁的时候 梁没拿住 掉下来了 砸住这个人了 把这个人砸死了 就从这件事以后呢 以后我们到其他地方 尤其是偏远的农村 我们基本上不打听 就是碰到什么奇怪的时候 也不多问了 因为问了吧 因为当天晚上 我们就没敢在那间屋里住 然后就换地方 因为感觉可能有鬼呀 或者是什么红啊之类的 然后就换了地方 以后呢 我们基本上这种事呢 也就尽量的不说它 不会去打找人家了 嗯 我们想起这个人说 工作真的也很小心 像刚刚那个就是 建筑的时候 不小心就压死了 吃蛮多的 对 我听蛮多的 凡事还是小心味要 那今天的优吉说 跟大家谈什么 玉皇殿 玉皇 玉皇殿 在丰都城里面有玉皇殿 有啊 不可思议 有严王殿也有玉皇殿 好 来看看 优吉说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鬼城丰都 似乎只是英曹地府 幽民世界的所在 然而事实上呢 既谈到了鬼 就少不了神佛的存在 因此 名山之中 佛教 道教 殿堂 而其中又以玉皇殿的传说 最令当地导游 所津津乐道了 在玉皇殿里 供奉的主神 是道教的最高神旨 玉皇大帝 在玉皇大帝的两旁 有王母娘娘 及军师孙并真人 随事两侧 据说玉皇殿神迹显赫 而且非常灵验 三年前 曾有台湾的甘姓夫人 为感念玉皇大帝的灵感 特别花费了 十多万人民币还愿 为玉皇大帝 披上了这件 价值连城的精衣呢 真是金光闪闪 非常的威风 对啊 今天让我们听了 这两者故事之后 我倒觉得 人真的有时候 蛮无奈的 人很渺小 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珍惜 我们现在 老天爷赐给我们的 然后要多心善事 而且不管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外出的时候 自己要特别的小心 对 为自己想 也要为你的家人着想 谢谢苏蓉 谢谢林先生 鬼话联屏下次再见